一贯散布虚假信息和谎言的是美方的有关的官员 不是中方 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屈指出发 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 关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问题 国际社会早有关切 为什么美国不开放德特里克堡 集齐三百多个 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海外生物实验室 供国际独立核查 为什么美国一直独家阻挡 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 早送你段后印判多了 取航时方好 应该希望穿越好 手誣雅 ome Show 因系 Gram